这一波转大了 老板找梦幻戏友第一小红手乌铜 打造实践160级帽子 没想到竟直接逆袭 下面就带大家感受这一次机过程 实践160级帽子打造完毕 开始鉴定 太暴力了 竟然炸出金轻爵的成就 看看属性如何 防御爆了4点 这帽子稳妥妥折20来万了 直接转麻了 而且这位老板又是开走 最近这位老板找梦同鉴定装备 就像捡钱似的 逆天神装一件借一件的厨 这条160级放下笨封印腰带 是7月25号厨的 它是全梦幻第一腰带 梦幻开付20年这种类型的 三篮子腰带仅此一条 诞生当晚就被封烧 以200多万的天价收入当中 这件150级别特级帽子 是7月27号厨的 距离新厨第一腰带中间 仅仅隔了一天 而到了今天也就是8月1号 竟又榨出金青头 同一位老板一个星期之内 连出三件神装 并且出自同一位主播之手 梦同梦幻戏由第一小红手 世之名归 还有不服的吗 欢迎下方留言交流